在抛出不竞选连任的震撼消息后 立法人蔡世英现身立法院对外说明 蔡世英首先表示 有关台北大学博士论文部分 经过她的申诉 台北大学审查委员会已经做出决议 论文重新补证 博士学位保留 在去年选举的过程当中 那世英曾经有被对手 检举关于台北大学博士论文的问题 那经过世英的申诉之后 那我非常感谢台北大学的审查委员 做出了决议 就是我的论文重新补证 我的博士学位保留 那在这个部分 世英也特别在向所有的好朋友说声致意 之前在这论文的撰写过程当中 有部分有漏列要补证的部分 我会尽数把它完成补证 那毕竟这个博士论文 是我过去花了十年的心血完成的 那也为了写这个博士论文 曾经完成了许多相关的学术著作 所以我觉得我的博士论文 曾经不怕活练 那我会尽数按照法定的规定时间内 把相关的补证资料给予他补证 蔡世英紧接着表示 经过他长时间的思考 以及与许多好朋友谈过后 他决定不竞选连任 未来除了持续做好立法院的工作 对于2024总统大选 及基督立委选举 他将全力扮演好 辅选及抬教的角色 我的考虑 以及跟许多好朋友谈过之后 那我决定2024年立法委员的选举 我不再参选 那我会未来把时间的重点 花在第一个 因为世英本身也是目前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招委 我会努力的来协助 我们的行政立法部门 在国防外交的议题上面 相关的法案 相关的预算案 能够尽数在立法院获得通过 尽数的来协助大家 把其意的意见加以整合 第二个 对于明年2024年的总统大选 那世英也会扮演好一个 扶选者抬教者的角色 努力的来协助台湾队 捍卫台湾的价值 在2024年的时候 世英会来继续 会来支持我们的赖主席参选总统 那当然在地方的过程当中 世英也会来协助 未来我们党内提名的立委候选人 那我也相信 每一个世代的交替过程当中 都有优秀的人才 那世英在这个部分 我会来努力 来协助新的候选人 让他继续有机会 为基隆市民而服务 对于包括内政部长林又昌 与民进党基隆市议会 党团总召众人厅等人的劝劲声浪 蔡世英也再次感谢 各位好朋友的鼓励与肯定 并在地方继续跟云打拼 这也是他参政的初衷 居然我已经审慎的做出 这样一个决定 世英只能说我感谢 在一路上 所有曾经爱护过我的人 所有跟我站在一起的好朋友们 那也因为你们 让世英有这个机会 从一个职业军人 有机会担任 国会立委的助理 参选市议员 参选议员 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恩在心 那林优昌林部长在基隆 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然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那我也非常感谢在过去政治上 他也协助我很多 那我相信 未来在我们基隆的这块公共领域里面 我也会持续来努力 所以我想我跟他的关系 是不需要被怀疑跟质疑的 那我们都有个共同的目标 让台湾对好 让基隆对好 有媒体询问 蔡世英不参选立委 是要为下一届参选基隆市长做准备 先蹲低再跳高 蔡世英则是笑笑没有正面回应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